政府正是研究如果有新一波疫情爆发 未接种疫苗的人可能被禁止进入学校和图书馆等的场所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并不是要惩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 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早前警告第五波疫情很大机会会出现 政府正是研究如果第五波疫情爆发的时候 未接种疫苗人士进出场所可能有更多的限制 包括被禁止进入学校、戏院、图书馆和体育场地等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说 措施并非惩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 而是避免防疫措施一刀切 如果有人因为健康理由未能接种 可以以定期病毒检测取代 有不少的市民其实是接种疫苗 他们自身有一个保护 如果在学校的环境也有足够的疫苗接种比率 也有一定的保护 去到那个时候可能为了令到这间学校 不能够继续面授课堂 所以就要作一个取舍 是保障了那些很愿意 也都配合抗疫工作 接受疫苗接种的老师、工友和同学 可以回到学校 做相对比较正常的教学活动 所以这个不可以视之为去惩罚 或者去惹市民一定要打针 林郑月娥又说 如果未来三个月的疫苗接种率理想 令社会建立疫苗屏障 那即使面对新一波疫情 又信心不需要采取有关措施 他又感谢不少机构和企业 短时间之内响应政府 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而大部分公营机构也都跟随政府做法 提供疫苗假期值得肯定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道 IR 无线电视调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